大洲大梦 今天收到美国退役军官戈麦拜年问好的讯息 戈麦曾在欧洲服役 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他的看法 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曾被格上周五呼吁欧洲、加拿大和美国要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防具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 特别是因为北京的崛起而出现的威胁 斯市表示北约愿意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并扩大其覆盖范围 以涵盖太平洋而买单 说明了他当前的目的和任务不但是保障那地区的和平 而是为阻止美国国际霸权抬教和提供平台 北约政治联盟的财务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 美国新上任国防部长奥斯汀继续对成员国施加压力 要求各国达到2014年确立的国家生产总值 2%为国防开支的门槛 因为目前北约28个成员国中只有9个能达到这要求 联合出资是共同防御的承诺 是北约宪章第五条所规定的 也是该联盟的核心和灵魂 但当前的大问题是如果北约联盟要出兵行动 那是谁出的兵费用谁付 而一般联盟能部署的战斗力超出了北约的能力 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必要的可持续的训练有素的和装备精良的战斗力 来确保地区的和平安全 但美国却不愿意也无法负担部署费用 现在北约要求的是美国全天候的向欧洲地区派遣更多的部队 这笔费用将在北约成员国之间分配负责 美国还提出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拉到太平洋地区里去 美国正在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尽管以前北约也曾将其军事力量延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 如伊拉克、阿富汗、北非和波斯湾 但长币军潜至太平洋地区乃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被秘书长称为开启跨大西洋关系家天章难得知机会 并说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是专制政权 都是在反对规则为基石的国际秩序的最前沿 是北约的合理关注点 我禁不住插头说 秘书长所指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 是由华盛顿来制定和执行管理的规范 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但在战后的75年中 世界并没有和平繁荣 而是卷入了由美国和盟友 因要向全世界强加这基于规格的秩序 而引起不断的冲突和苦难 北约就是这冲突和苦难的执行者和延伸 哥迈认同地说 北约是一个战争机构 以军事为中心 将一切问题定性为军事问题 而解决方案就是武力手段 北约将东欧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治问题军事化 选择了部署战场武力搏斗 而不是派遣外交官去谈判协调 将俄罗斯和中国确定为对手敌人 并不源于这两个国家构成的任何实际的威胁 而是来自美国衰落的不安全感 把北约拉到中国的头上来 美国是要确保 即延续老化了的北约联盟的存在意义和空间 我补充说 2007年 日本安倍晋三提出把四个民主国家 印度、澳洲、美国和日本 组为一个海上民主政体的联盟 四方民主的建议 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基础上 相互加强照应 亦间接地孤立了中国 并削弱其外交的地位 去年美国一重提这想法 说着 四方民主可以成为更大的印度太平洋 民主国家组织的核心 更有效地推进美国的民主议程利益和价值 但这只是外交方面的组合 现在是要强行加进如 北约组织一般的 军事部署武力配备的实质行动 向中国和东盟国家挑衅 什么 哥迈笑着答 美国的如意算盘 不会错的 你看到北约吗 美国要盟国出兵 出人出钱 带大手笔的购买 美国先进武器装备 来推进美国霸权的议程 死的是你们的子弟兵 花的是你们的钱 仗在你们的土地上打 摧毁的是你们的城市 美国做军火大买卖 收愚人之力 最后插上美国民主胜利的旗帜 这可能是美国的亚洲大梦 但绝不是亚洲人自己的梦 之前没有过来说 世界军火大乡 搅拎 这真的有点 鞋